哎呦 聊四季 天天都不清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来看赛尔特人对上中国人 这场比赛也是天地的哈拉伯地图 好 先来介绍一下蓝方选择的文明是赛尔特人 赛尔特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攻城器的攻击速度是游戏里面最快的 而且伐木的速度也是游戏里面最快的 那赛尔特人他的步拼呢 移动速度也很快 所以前期呢 很适合打这个三棒棒转装甲 也是OK的 那赛尔特人呢 后期主要是搭配攻城器 配上步兵 攻击性稍微不太行 但是攻击性呢 可以打封建 打小弓 然后转奴兵的策略 封建时代也是有这类的打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中国人 那中国人这边最大的特色呢 是开局 就有多这三村的优势 但实际上赢的村民数大概是一点半村左右 一点半个人 所以中国人这边是大约领先了一村多一点点 还没有到领先两村 那中国人他是拥有三攻三防 全部的攻防都有的文明 而且也有重装骆驼 重装骑士 所以中国人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出 什么都能打 但是都没有特殊能力的一个文明 那他的经济加成呢 只有这个农田的团队加成 跟开始的这个村民的人口优势 所以中国人呢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走攻兵路线 跟骑兵路线 步兵路线的话还是要再看看 不一定一定要出步兵 那中国人的弩炮呢 伤害也是蛮高的 再搭配自己的中国联弩 这个火箭伤害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封建时代怎么打 好 这里犀牛稍微拉回去吃一下 现在MBL已经不是AN战队了 原A战队已经解散了 所以现在看到MBL的名字有点 落寞啊 好像少了点什么 希望有一些比较 这个商业的职业战队 可以赶快找到MBL让他加入一下 好 那我们回到比赛中 这边看到是四个人 三个人吃过 第二头犀牛也赶快拉回来 好 后面这里犀牛再往回拉 果子有点慢吃了 那这边有可能是要打棒棒的关系 所以不下模仿 OK 这边是下军营 那这边下军营模仿就不下 也可以考虑一下 待会要再補房子 那赛尔特人这边应该十之八九 就是要打棒棒快攻了 MBL这边很早期就已经看到 诶 这边有军营 而且还有挖金矿 难道是要走一个棒棒转弓兵 还是要直接打一个 三棒棒或四棒棒转装甲的压制打法 那MBL这边看到马上就去补 挖黄金的村民 这里军营没有那么早下 而是先补下了模仿跟采矿营地 军营这边可以考虑这时候放一下 好 换在这个位置 三棒棒已经出发了 那这里是选择三棒棒 四棒棒 三棒棒还是一个标准的棒棒的烧牢数量 三棒棒通常还是会升级上去 这边看一下装甲步兵 好 装甲步兵升级上去 一级伐木 抓下 这个拉努村民先来打架一下 看一下这边细节操作 让我们便能够秀个细节 OK 没有办法 先挽回啦 三支棒棒 上前 敲一下 敲一下 敲我敲你一下 OK 两兵都在秀操作 但是弓兵一出来 这个装甲步兵就很难秀操作了 基本上只有被打的份 突然杀一个回马枪 像这样子突然回头 但是MBL这边控兵还是控得很好 好 肉麻上前 想要吸引对手回头砍 好 肉麻剩下一支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打一下 但是MBL不想让自己的肉麻血量掉太多 对于对方的肉麻血量 就很容易被对方追着打 好 这时候赛特人把炸里 赶快为死为大 用这个三棒棒 转毛兵 防守 然后准备生成宝石弹 好 这里也转了一些弓兵出来 稍微给到一点压力 走过来看一下 好 上楼 好 这边算是稍微一点点提早了 去点下一集射 这个农田还没撒一圈 就去点 算是蛮极限的 哎 结果中国怎么这边low这么多 可以一直按 按超多村民的 好 那这里 赛特人继续 骚扰 但都没有死伤村民 好 算是能接受的一个状况 好 这里装党步兵终于被点掉 然后变成工兵跟毛兵都在互换 好 赛特人这里是继续补毛兵 诶 这里不转工兵吗 赛特封建工兵转奴兵 很强大喔 而且 不会这么吃肉 好 看来这里没有要转奴兵了 赛特人可能是想要直接走个工程器 加骑士 或者是打这个铺兵 常见兵 但常见兵也没那么常见 好 两边一直在小打小闹 你打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 变成回合制游戏 好 上方的村民一直被骚扰 下方的毛兵也在打架 两边的支援量应该是由中国这边稍微有点领向 村民数比起来是比差蛮多的 36村对41村 好 赛特人果然是打出了骑士开局流 那赛特人呢 他算是有游侠的文明喔 但是他没有三级马卡也没有品种 所以我都会把他的游侠称作为 残废游侠 有够残 残到无形那种 好 中国这一点下一级农田 还有这个城堡时代 中国打法遇到这个骑士的话 通常会打这个中国联弩 或是打这个奴兵开 但刚刚这边都已经没有去续这个奴兵了 所以下宝 铲中国联弩可能会最适合 但中国联弩很害怕投实测单位 所以待会MBL还是要再想一下 要怎么去反制对方的投实测 那要不要转一些骑士出来打 这里赶快按中国联弩 中国联弩以弓兵单位来说是还行的 这个CP值我觉得蛮高 但他的缺点就是手比较短 血量也比较少一点 中国联弩现在血量是40滴血 45滴血 不错 这个亚美尼亚的复合弓箭手 血量就是稍微少一些了 好 45滴血的中国联弩 开始有数量了 二级射也补了 这里补了一个修道院 但是有洞 OMG 这里 这个洞一过来 可能会出大事 这里中国联弩数量其实还不是很多 中国联弩就去按 这里是单TC占中国联弩 这也是中国玩中国联弩开局的一个缺点 如果这里早早就去打中国联弩的话 会耗费太多的木头 所以导致自己的TC很难开出来 不然我们这边改转一个中国联弩单TC 转插宝策略 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好 这里要补一个马就 中国联弩配上骑士 或是清骑兵都可以 好 这边秀一下弓兵 躲一下投石车的伤害 但是被砸到了一发 残血投石车往回啦 好 这边中国联弩往前点 但是还在这边投石车砸到了几发伤害 残血投石车往回啦 MBL这边有点残血 要不要等一下僧侣过来补一下呢 这个中国联弩再被拍到一下 就要全倒了 所以这里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能失误 那对方已经有僧侣的情况下 可能会转骆驼或者是清骑兵 骑士部分可出可不出 真的被拍到 还有两只残血 但是骑士已经快要受不了想往前 这里砍到第一幕墙回家 好 第一下 好 这边是转骆驼 没有转新骑兵 但这个投石车高打第一伤害有点高 拆码就速度很快啊 好 MBL这时候是补下了TC 你终于想通了 你进攻我开TC 但其实赛克人早就3TC开下去了 把握速度最快的不是你了 这个TC自然就开得很轻松了 好 这里直接拆了两个马就 本钻 后面还要为了补马就 浪费些木头 好 这边直接去点掉生驴 生驴全部点光 那这边骆驼就可以上线咯 好 上去吧 而且还要点一级攻击力 好 但这边有转出重装长消兵 带特的重装长消兵 运动速度非常快 中国联弩上去直接点掉两台投石车 骆驼正面有点打不太赢 后面有一只臭民在修理一头车 但是投石车还是被中国联弩给点掉了 现在中国联弩数量并不是非常多 但是正面开始有打赢的迹象 OK 这波MBL包抄的还算不错 虽然骆驼全部送掉了 但至少兵力先暂时可以往前推进的 好 中国联弩数量现在还有约14支左右 这边博力跟城堡带防守 盖城堡的一个问题 MBL也没有把城堡盖在非常里面 好 这跟城堡当作进攻的基地 待会可以从左右两边开始进发赛尔特加里 好 这里点下了弹道学 投石车爬一下 又爬了一下 好 这里点掉 若驼现在是四支 好 赛尔特能点下了帝王时代 好 顺利点掉 直接一点 那又一台新的投石车出来 中国联弩拆弓成器很快 哇 直接瞬间点光 那如果有赛尔特能这边转出战毛病的话 中国也可以升到帝王时代池 转出中头配 中国联弩的打法 这个打法也是相对克制对方战毛病的一个打法 那现在这一堆的工兵单位 要怎么继续延续自己的优势 是个问题 赛尔特能这件是点下帝王时代 时间非常早 就是巴春 33分钟点下帝王 好 后方这根城堡 还在拆军营 好 这里是继续出村民 村民出的是双TC载能 还是MBL这边要再开个TC呢 开这个位置 好 这边工兵稍微上了到了伐木工 好 左边有动作 少量的工兵从左边去巡逻 好 看一下左边有没有东西可以打 那现在MBL要小心的是 塞尔特的松懒武士 松懒武士虽然是步兵单位 但是他移动速度特别快 而且加上塞尔特人的 这个松懒武士的攻击力 游侠 跟伤害 跟游侠是一样痛的 解这个中国联弩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血像 好 那塞尔特人这边是要怎么打呢 先看一下 这边一千多的食物 升帝王时代先转巨型投石机 先要来拆除敌方城堡 中头也升级了 如果先升中头的 诶 是塞尔特人 确实该升 毕竟塞尔特工程器 强无敌啊 好 这里有捕力跟城堡 压制住了敌方的城镇中心 好 这里还有冲车 帮我也补下伤害 这里的工兵要不要去拦截 烙干的村民 但是要小心这里有两台投石车 所以MBL不太敢轻易 从这边去堵住对方的去路 好 这边有少量的中国联弩一直在骚扰 但左边有一根城堡 但是骚扰不到 OK 中型投石车升级好了 好 现在中国是城堡打帝王 时代上稍微落后一点点 但这边的兵力给塞尔特人的压力非常大 让塞尔特人 觉得自己似乎不在帝王时代 反而被对方压在地上打的感觉 但投石车升到中头之后 就可以很轻易解掉中国联弩了 OK 后方的中国联弩中部解掉 下方这个工程系制造所要低调 OK 有低调 好 这边再来看一下 空兵又再次回来 来骚扰金矿 赛车这边反应很快 一被骚扰就往北拉 好 这边巨型投石机的数量来到了三台 准备要来出第四台了 右边的城堡先采除掉 然后补下了一个新的城堡中心 这边回归3TC开农 中国这边虽然一直在进攻 但是自己的顺利处 还是没有反超 塞尔特 中国这边顺利处现在是96 最上1 好 中国直接鬼转清骑兵 后方在挖石头村民又被抓到 中国联弩到处都有 MBL真的是 也蛮喜欢打多线的 只要是高手应该都会打多线才是 OK MBL最近的多线也是越打越精彩 一直有在去加强自己的一些打法 好 中间这里有非常多的中国联弩 大概约有20只左右 26只 这里要小心 好 塞尔特人这里补下了疾兵的升级 应该是有意思到什么 怎么知道要突然转马呢 先防范 知道中国这边缺的东西是肉马 机动性单位 而且这边转肉马的话 也可以掩护自己的中国联弩 防止被对方战毛兵给压制 而且清骑兵拆工程器也很好用 好 MBL 决定要直接放弃这根城堡 帝王时代还有5秒钟 拆除完之后 左边这两台奴炮 诶 转奴炮了吗 奴炮还没有升级金冠技术 这里是先点下三级色跟化学 金冠可能会玩颠捕 好 这个码就盖一半而已 现在范城赛特人开始要反攻了 从我这边是继续转中国联弩 肉马开始按 好 但这边中国联弩直接硬扛投石车 虽然自己损失了一些中国联弩 但也投石收掉了敌方中期投石车 中头被解掉了一些之后 正面的赛特火力被下降了非常多 这里还要需要更多的投石车 才有可能继续推进 中国联弩直接走到城堡下方 开始压制盖城堡的村民们 好 剩下两只村民在盖堡 但是还有30% 这有可能会变成道德堡 道德堡可能会被 盖出来了 这里村民继续往前补 但这个就是MBL想要获得的结果 你盖道德堡会拉更多村民过来 那我就赶快继续补更多的工兵在这里 这里前方有三只中国联弩在偷点投石车 但赛特有看到 但还是被点掉了 赛特这里很尴尬 奇怪了 我的投石车应该是压制你的中国联弩了 怎么这个中国联弩一直在压制回去投石车呢 怪的 怪的 这里再继续打 清起兵上去 直接收掉投石车 左边还有少量中国联弩 在后方继续骚扰 好 但这边这根城堡 还是没盖起来 赛特一直补村民怪盖 但是最终 是越来越多损失村民 而不是增加城堡的%数 但是87%不能再多了 87.44 87.44 这个好一点太吉利啊 这个数字 好 那中国人这一次补下了二级 农田 赛特人补下了步兵台甲 终于补完了 攻城攻城石也点了 这些重要科技点完之后 赛特人应该是有机会 可以把这根宝给盖起来的 中国人这时候点下了金罐 火箭技术 可以增加弩炮 跟中国联弩的伤害 但这边伤害只有增加这个第一发箭矢的伤害 但我觉得还是蛮强的 这样变成8加6 14点伤害的工兵 好 这里要小心哦 中国联弩 回啦 火力最强大的工兵 但是手非常短 知道怎么秀呢 NBL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有想法 好 这边头车开始压上来 直接开始往后炸 炸掉了非常多的工兵 好 左边中国联弩 开始往左走 好 这边三只中国联弩 我还在继续输出 哦 这里直接无视投资车 点掉了一些村民 哇 NBL 这边杀敌数来到了88村啊 精进战争来到91村 赛特人这里是有点惨啊 村民明明暗这么多 但是跟中国人的村民数 却是持平状态啊 129对130 好 这时候赛特人点下了 精锐松阮武士 三攻也补下了 大家能意识到只靠枪兵戈工程器 是没有办法很快解掉 中国联弩 好 看一下这一波操作 好 小心 把你贴上来 输出 投资车直接被联弩给点光 好 下方这里有大动作咯 下了一些马厩 NBL 这边想要走个多线 好 投资车也开始慢慢拆除 中国前方的一些建筑物 好 这边开始转奴兵 诶 这就奇妙了 鬼转奴兵 中国联弩遇到松阮武士 直接被敲成白痴 好痛 中国联弩遇到赛尔特松阮武士 有点挡不太住 攻击力实在太高了 14加4的伤害啊 中国这边看到松阮武士 要怎么做应对呢 转出了奴兵之后 点下了弓兵台架 转一半奴兵 因为城堡 只剩下两栋 这要聚集中国联弩 是相当不容易 好 这面农田已经开始被烧毫了 要不要先撤离呢 好 右边这根城堡 可能在被拆光的话 就只剩下最后一根堡在左边 那根堡 只能当作最后的中午联弩的生产地了 好 这边转出了奴兵 好 有奴兵的话 这边攻兵就可以站这个位置 骚扰挖金晃村民了 好 塞特人这里好像没有发现 后兵有点尴尬 好 强奴也不下三攻 MBLO这边转型转得很快 既然没有城堡 那我就转强奴 那中国没有火炮也没有火轎 所以打步兵的话 强奴跟中国联弩 是比较首选的 那当然也可以打这个奴炮 或是中头 中头 但是以打步兵的情况下来说 这个少量步兵 还是有能秀操作的单位 可以比较好 像是强奴啊 中国联弩都蛮适合的 好 那中国这边的落盾 可能就要选择落马 清奇兵 好 这边一个闪阵 躲掉 清奇兵一直往前打 好 看可不可以收掉几台投石车 好 直接爆砍 抓掉了一些 但是后面的场地数量很多 最后只打掉了一台投石车 剩下三台投石车 全部残血 好 下方的这个兵营聚集地 开始被压制住了 右边车强奴是直接丑弩 想要开打 好 这里有几只村民 开始也受到了伤害 后面补下了更多的马厩 NBL现在这里比较麻烦的是 要赶快转出更多农田 才有可能继续爆马 那黄金的部分也只剩下一点点 所以NBL 这里还是要待会找下 哪里还有黄金可以挖 这里中间的黄金的话 是希望可以拿得回来了 毕竟还有700块 好 这边投石车砸建筑物 结果砸到自己的剧型投石机 小小尴尬了一下 好 里面有强奴 开始在做巡逻 但是应该是要放弃这个城镇东西 左边这里有个小打斗 中武连奴加上洛马 又再次抓到赛特人 大量的村民 既然村民数只剩下107村 现在主又努力开弓 将阻止对手继续进攻 既然正面打不赢 那我们就从后面来 好 这边连奴跟强奴有点送光了 好 剩下之后10只连奴 好 这个区域 收乱武士应该再继续出就可以打断了 好 这里 右侧这里 三个圣物被打喷出来 看一下 新起兵能不能往前 这波包抄很关键 右边两只罗马过来 左边有非常多罗马 直接贴了上来 先攻击的是后面巨型投石机 但是有点在发呆 好 这里想要包掉投石车 但有机会吗 好像没机会 这里的枪兵数量很多 后面投石车摘一发 MBL的工兵直接倒地 哇 工兵全倒 MBL 应该要拿掉这台巨型投石机才有赚 看来没赚 完了 MBL这里有点缺金了 但还是勉强挤出了几只生驴 带着我们把这个生物往后搬了 好 这边奴兵赶快修一下操作 但是枪兵数量有点多 感觉有点应付不过来 好 松岚无事这边直接冲锋 想要抓掉这一坨工兵 要是能抓掉的话 MBL就没有阻力了 这一坨阻力被抓掉很亏 右边还有少量的洛马 这里也有做一波小小的骚扰 但是一直被枪兵给抓到 后方的巨型投石机终于被7CP给抓掉了 但是中国这里的黄金树所剩不多 赛特人这时候补下大冲车升级 将一举拿掉中国剩下的领土 MBL能不能赢呢 感觉有点难 三个圣物 又捡了回去 这里还有一个圣物 四个圣物 再继续投下去的话 赛特人也会没有黄金 所以这边就是在考验谁的意志力更坚强 但是MBL的心态先锋 还是赛特这边心态先锋 好两边三位互打 苏乱武士看起来是战上风 毕竟肉马跟黄金兵打 还是有点差距的 好这边乔母过来 肉马上去 想要阻止苏乱武士继续追 有更多肉马过来想要帮忙 好赛特松蓝武士有点追身了 送掉了自己所有的松蓝武士 这一波一定亏啊 好MBL 右边也是开始被松蓝武士给骚扰 但这边有带冲车来了 378D的重型冲车 这个比一般的毛巷夫的血量很要多啊 好从车顶一下顶一下 好 罗马赛斯上前 直接撞到冲浪武士跟橡冰 瞬间被解掉 右边的冲车还在输出 趕快拉起肉马 结界会比较好 好这里松蓝武士又大量过来 但正面也是 正面的强弩跟中国联弩 最后一波 但松蓝武士也是要再贴了过来 这一坨工兵不能送掉 送掉就没了 趕快再集结一部肉马当肉盾 右边有点岌岌可危 松蓝武士夹上枪兵 冲车 让MBL打出了拒绝 我们恭喜 赛特人拿下比赛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是拿到了9万3000的资源量 那军事方面来到了1.33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也好请记得包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见咯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咯